我们昨天提到了周末很容易走得很低迷 没什么太大亮点 今天是一个震荡下跌 可能盘中有两波拉升会引起来注意 一个是一点的一个是两点的 其实这走势呢挺好理解的 一点这个拉升啊 就是说嗯就是那个中午开盘以后 这是个一分钟的底背池 然后这是个小的二脉 但实际上这个走势啊 就很难弄 因为你看背池能保证什么呢 保证就是说这个地方下不去 它能拉回到这个中枢里 但是它能保证的仅此而已 它可以继续在这这样挣 当然也有可能再往上走一走 但基本上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啊 其实你如果没有抓住一买 这种因跌中你基本上获利机会很少了 你的二买或者中枢上面买 它没有持续性 基本上你就晃一晃就晃下来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因为下不拉起来很快 等15分钟分心出来以后 大家看基本已经这根线已经涨0.8了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基本上不太能做了 所以从上的指数来看 其实就是一个围绕一分钟中枢不但延伸的过程 这个地方现在很难判断在哪呢 我也说不清它是震一震继续往下走 还是震一震能往上冲 但这个对我们来讲影响不大 因为不管怎么震 这地方你只能描述成这是个弱势震荡 因为如果它要从一分钟底背时发展成更强的走势 上面就必然有个3175的问题要过 那我现在只能这么想了 就是往上我不理你的 那要么你过了3175 你让我看看你与众不同的样子 过了还得一码确认才行 我说哦 那么这结构我可能看错了 就不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而是一个继续的震荡 那么那时候再看呗 那不然你即便这么震 我也觉得不太能弄啊 所以市场这块 我想我的看法 中期跟短期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认为这个现在就是一个 若是下跌的一个状况 目前应该还没改变 板块这边自然也就不太会有什么明确的热点 今天如果行业看 是有两个行业是翻红的 加一个概念啊 很弱 没什么格外要谈的东西 现在这会儿看不出什么 特别强的东西 只能讲这个时候在市场弱势的时候 你只能想一想有什么东西 第一跟未来发生的事件会有关系 第二你只能想一想哦 有没有什么位置不太高的 然后这个一些一些大消费的东西 但是现在说实话都还没冒头 我今天看了一下中药跟化学质药 倒是有点可能 但这话讲的有点早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药这地方呢 其实我是觉得啊 这地方呢 当然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确认一下 但我是觉得这一分钟级别啊 应该是被迟的 因为我要确认一下是因为这是个三脉 你知道吗 我要确认它反上去 还是三脉走过中处再往下走 但这种东西再往下走 短期有可能止跌 但是现在难就难在 你看这个位置啊 因为它破了 你还得防它回来是个三脉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都不能急 你这地方肯定得等回去以后 再下来一下 不下去 哦 觉得这地方可以考虑了 就是化学质药什么的 是吧 你看它也是把前面这个点也跌出来了 你是不是得防着它是个三脉啊 你没有说它它真的就回去了 回到哪儿 回到一分钟中处 然后给你晃晃 然后这么走 对吧 也很讨厌的 所以我说现在基本上从板块角度看 我反正我一直是这个态度 没啥好记得 也关键是也没什么走强的东西是吧 这个建筑装饰 前两天我们关注过 觉得因为市场弱势的时候 是可以看一看 它这个位置吧 掉在这儿 掉在下沿上 这反正有点风险 因为它如果不能很快上去 这地方有点悬 它要变成这种结构 就讨厌了 对吧 所以我现在的看法 就是中期板块 我看不到太明显的热点 我们之前最重点关注的港口航运 跟物流 因为大家知道港口航运走的 其实是还比较强 然后我们之前 因为找不到太合适的港口航运 所以我们看物流 那物流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看它现在上不去 包括我们跟踪的物流股 大家也看到 所以我只能这么讲 现在是比较模糊的 热点现在看不太清 这也挺符合 我们对现在市况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没有建议 大家交易股票 现在所以担心等 然后这里就是要排除那个心态 就是你们不要怕它空 我先给你们打预防针 别到时候来了以后 你们心急忽了的 就别怕它空 没事的 这种行情是这样 我先跟你讲 它可能是快涨慢跌的模式 就是起来的时候挺吓人的 速度非常快 但是往往时间很短 你那个时候没有仓位 或者很清的时候 你会很慌 你说哎呀 哎呀去怎么办 你得别慌 我的想法就是咱们做了这么多交易了 总归还是得往那个冷静的方向去走啊 退万步枪 我真踏空了 这就是低点 你应该这么想 哎我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可以进场的 那你这样一转念一想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其实你只要定个规则应对就行了 是吧 哎 我觉得不要急 这个东西啊 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啊 可可没那么快 是不是啊 所以它好整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啊 我是觉得整体是这么看的 中线股 咱们捋一捋啊 这个全英高科今天就下来了啊 对吧 今天这个位置 你看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往上前两天逆势 结果过不去压力掉下来 所以我说 这东西呢 现在也没有更多要讲 就我现在的核心看法就是往下买 我还希望它去碰一下13块3毛巳这里 但不是说走到前地就能买 而是说我在结构上能看到清晰的 它被持啊 直接迹象才行 现在肯定是还轮不上它 对吧 中级黄金我们说了 我不管大家怎么看硅金属 我因为我也在关心硅金属 但是从走势结构来讲 这是不会有买点的 现在 这走的有点乱了 因为它演变成一个更大级别的 就是其实在震嘛 这地方我现在有点看不清 我心里想最刺最碎的是这个走法吧 但问题是这么走 我都不会要应该 所以现在贵金属这块可以关心 但是 这从买点上是没有的 我眼前没法给你们推荐这东西 下面向雨 今天这走法就有点风险了 这就意味着它没修复掉啊 大家看到吧 这地方努力了半年 对吧 这个一分钟中输就是过不去 这个稍微有点风险啊 这这得注意啊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没买嘛 你不着急 你即便修复了 我说了 我都得再等你一个下 或者等三买 我不可能在这去去做的 这多危险啊 如果是下来了 那就建议大家在下面找机会 我觉得物流股还是可以买的 但是得下来 就要能下到前面这个六七块钱附近啊 我觉得买一点应该还挺舒服的啊 江苏雷历今天掉下来了 对吧 我们前两天说这地方很像一个五分钟中输 现在好了 那这这老兄成了 这五分钟中输 当然我们可以看看背不背迟 现在这地方肯定是不背迟 刚刚还在做中输震荡也没下去 但是这股票目前是不会有买点的 对吧 李安龙呢 反正这两天活也是挺活跃 但是你仔细看他这个走势 应该还是个一分钟下跌中输吧 我现在看 我就不啰嗦了 因为我说过了 我往上我不要的 我只等这个结构 而且你们还要注意 不是说到了54我们就买 因为很有可能 如果恶心你的话 他下到这的时候是不被吃的 也许人家再做个一分钟中输 再这么下 我们要这 就这个东西得根据实际情况来 不是说到了54咱就买 当然也行 就是说你 你说到了54就买 我就把至孙放在50块钱这里 也行 但是因为你倒了10个点差跌 但是我觉得从道理上 还是要看着买点才行 所以不是到了54块就买 而是说我们也会看着走势 基本上如果说确实有被迟了 那么该动手就动手 你最差最差 破了就走了 你相当于把之前的利润还回去一些 对吧 所以不着急 咱们继续等 华人39今天是个逆势走势 但这个逆势目前不太说明问题 我说我自己觉得这地方 如果能再做个五分钟震荡 然后再往下走一下就好了 现在这地方这个不是被吃 这还是在 就是潜在的震荡区 这个应该不太能理会它 然后红豆航空就没啥好说的了 这地方它现在你要注意啊 就是有点风险的走法 你看它这个上是个三脉是吧 然后它现在不下又来个上 这个上再不上去 这可就变成五分钟下跌中枢了 那它就可以晃吧晃吧可以这样走了 当然我还巴不得的这么走呢 因为我觉得到这买能买到那挺好的吧 但是这地方就不能急啊 这不能理它 别的没什么是吧 咱们现在中期基本上就是一个观望状态 眼前我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 其实很多股票应该都有点远 可能最近的我说有利安伦的回补 就得看它这个一分钟背不背 华尔39让它折腾一下吧 这地方眼前可能暂时不行啊 短现金没有可以买的 北方国际我就可以删了 因为这地方这么走就不大给力了啊 在关键位置支撑住这件事是好事 现在变成了在这有一个小震荡 下跌中枢变成一个更大的一分钟震荡 这可不是好事 要呢要做这地方就不是站稳 9块8了 而是要初三买了 我觉得这地方从热点的角度看 这个股票可以剃掉了 我觉得在座是有点风险的 这个位置如果演变成一个这样的震荡以后 它是有可能下来的 而且现在关键这个板块不热了 咱们跟了好几天也没等到买点 因为要小时线出分行 死活不出也站不住 这个股票剃掉了不跟了啊 问一句啊 因为我估计你们看到中国保安 这下午拉起来的时候会有点着急吧 有中午跟你们说 我说如果在这止跌 这可不是被迟啊 其实假想一下 假如中国保安今天涨停了 你们会怎么想 你们会怨我吧 你也怨不着我是吧 但是你会怨我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如果你尊重规则的话 它就不是被迟 它涨停了又怎么样呢 我就没做着呗 就该我没这个运气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改变规则 说下次我凭借主观判断说指数下不去 所以没被迟我也可以买 那你要这么弄了 那以后就没柜子了 那怎么玩 没有被迟也可以买了 随便都可以买了吗 所以我说这地方跟它怎么走 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知道现在这地方 它这个下列中树的延伸 它并没有被迟 那怎么办 那就等它被迟呗 所以这就是中午为什么跟你们讲 我是没有买一点的缘故 对吧 跟它今天涨多涨少 涨没涨 没有万毛钱关系 所以这样一想 你就明白了 包括华工科技 今天这个新地 这不可能让你们买的 这地方我觉得就是个震荡 包括周一拉起来 不理它 我就等你下 你没有就拉倒了 林云光我建议去掉了 因为林云光这个走势 我感觉比那个难处理 林云光这里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能够往下走 走被迟是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那个 华工科技就可以 我把林云光剃掉吧 我们就把留这两个好吧 一个是保安 这是锂电池加纳粒子电池 然后另外一个华工科技 是自动化设备 激光 所以这时候就是等 耐心等它被迟就行 最近的机会其实不太好找 问一句 如果大连电磁单没走 你们今天会怎么处理 当然没怎么跌 想一想 其实我一向是这么说 就是不以事后的结果来评论谁对谁错 如果用结果评论 我们走的是对的 截止到今天为止 但也许星期一就是个涨停的 咱们建议的进场点 大概在这个下一线旁边一点点 就这个位置 你现在如果不走 就是有点腐亏了 我是觉得如果不走 这时候你可能有几种选择 一个是碰到成本 你走 就是个平 但你保留了这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就是说把证据放在这 其实都行 这个我只是 就是给大家说 就是你做交易的时候 要学会去应变 然后学会制定合理的策略 这股票没人知道会怎么走 也许真的星期一看 就是个涨停的 你会说 早知道我不走了 不太早知道 没有早知道 所以有一种做法 是像我这种做法 是属于比较谨慎的 就是我觉得赚的少归少 但是这走法已经不如我想象的强了 我先出 还有一种是利于不败之地 就我放在成本上 大不了了 我白干了呗 我愿意白干 没事的 这么弱的行情 白干就白干了 那我保有一种 你向上突破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是 我觉得我对你的希望特别高 我宁可亏点钱 我要保留这种可能性 其实都没有错 这就是个人的偏好 但你的偏好最好不要来回变 而是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偏好 因为盈亏同源 你就一直持续这种偏好就行了 是可以的 不因为单次 说我这次怎么怎么样 就老改 因为老改的时候 你偏好一动 有时候你 这不稳定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地方 我跟大家讲 其实就是让你们 很多事想清楚 而不是用常有的世俗的眼光 用 哎呀 你看跌了 哎呦 早知道就走了 你那说的对 不是 那不对 不因为结果去评判一个东西 就这个是非常难的 你知道吗 但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从你的经验中去有效的学习 否则有的时候 你提炼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法使你进步 你的评判标准就是错的 对吧 这一点非常难 短线就是这样 香港这边走的是真差 横生 但是对我们而言 我的感觉就是已经在临近了 同学们 我感觉缺一个加速 可能时间上应该在一个月之内 我估计 现在这地方一个缺口下来 今天继续往下创新低 走的是特别的差 然后我看一下港股 真惨 这些股票现在是 港股这边比A股要差很多 你像比如说我们看快手这还没没新低 我就不说了 小米这种东西 你看它下 它其实现在就 你说的阴跌吧 也不对 它好像还挺快的 但是这出不了量 而且阴线都不大 它整个还是有点阴跌的感觉 这种东西都不敢碰的 我觉得从现在看小米 大概得看前面这个地点 8块钱了 我现在普遍而言 我觉得对我们关心的 很多股票都是缺一个什么呢 缺一个五分钟下跌中枢 然后再被持 我觉得缺一个这个结构 因为他们基本都已经有一个了 这是一个 现在这地方 我不说三个 咱们正常来讲 要看两个对吧 被持短上 再走被持 我觉得现在都还没有这个 我估计这个可能会在10月份里出现吧 这没准的事我就不猜了 不好说 因为我也不能说他们一定这么走 也许如果是跌急了 就没有那个五分钟了 是直接小展大起来 如果跌急了 咱们再说跌急的事 如果没跌急 咱就先按还有一个 也许还有一个或者两个五分钟中枢 那个去想 如果跌急了 那咱们按跌急的 小展大打一点 或者等二买再打进去都行 好吧 这个现在思路跟大家说一下 阿里这体量这么大的东西 现在也在往下走 但是他离新低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感觉不一定保得住 他现在这五分钟中枢在这 对吧 然后现在创了新低的 有像B站 哔哩哔哩这种 这种新低才破一点 我说了这种东西 如果直接起是没办法的 这种东西也得希望 他在夏淹附近做一个公正 然后再往下走 至于他下面还有一个还是俩 这就不知道了 但这种应该是下去 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 跌的比较急 标准也 就是走去结构的也很清楚 其实最近有康西诺是加速了 我觉得这东西 用可能还快一点 前期我一直没理他 对吧 康西诺这个位置 很明显开始有点加速了 当然你去看量能出不来 但这种加速 如果再往下加的话 这票可能比别的股票 先出卖一点 因为你要注意 它背后代表的生物医药 如果你们注意A股的话 最近生物医药跌了一塌糊涂 就是说我在看一个东方生物 这适应率多少几倍 两倍静态的适应率率 你能想象出来吗 就是以前我们说 说一个股票适应率五倍六倍 一般你不用想就银行了 现在生物医药股 可以出现两倍的静态动态 都是两倍多的适应率 然后还在跌跌不休 你能想象出来吗 接近300块跌到75块 但这种东西你说它见底了没有 我的看法是没有 因为现在还缺一个五分钟中枢呢 我觉得 就这种东西班不太敢轻易的动 但是直觉上 这一类就属于超跌比较厉害的品种了 这种东西有可能做超跌的话 它们可能比市场有可能先见底 你说康希诺是不是 肯定是 一类股票吧 当然不能这么讲 它也严格意识 康希诺是疫苗 那个东方生物 哎呀 东方生物傻都有 好像是吧 但实际上主要不是疫苗 它是新冠检测的概念 可能贴合度更高 现在有个猴痘 对吧 它医疗器械不太一样 但是大类上我觉得还是一样的 所以康希诺如果这个加速出来了 就是再来一到两个中阴线 我觉得这票也可能先见底了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五分钟二买的思路去试试看 能不能尝试着去做一下 因为这个位置 我感觉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中业重科这种不行 这种跟小米一样慢慢跌 说慢一些不慢了 对吧 咱们当时一开始指定一个两块八 都觉得不太可能 眼看着已经快到了 而且关键是到这还没有直接迹象 所以这种都得还得再等一下 所以现在港股这轮走的应该是比较差的 但是我反过来这么讲 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耐心等的一个过程 这地方就一定不能急 因为就有时候你们会担心说 万一等了这么久 万一这里就是底部怎么办 你不让做那不就跑了吗 我的看法就是这里我确实没看中是底部来 虽然创了新低 如果真跑了 我只能说真没办法 对我而言 我想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这种机构我就抓不住 或者我不愿意去抓 所以我给你们打预防针就是你们如果等了辛辛苦 等了这么久 你说我可不像你这样 那么你们最好自己找一些 你们觉得万一真体现出建立迹象来 有哪些东西可以做 比如说那实在不行就靠星座试试呗 那不然等个五分钟二买呗 跌的至少比较急了 否则其他东西 你像刚才说的小米也好 这种阿里巴巴也好 这种B站 我都觉得这个位置是特别特别尴尬的 就是不太能买 好像 所以港股这块 我觉得快了吧 应该 但是快了快了 可能还得有各百月 再等一等 我觉得咱们先按 还有一个五分钟下跌中枢去打算 除非这个过程中 整体港股市场加速了 那个加速了 有可能就休展小展大了 那个时候 咱们再按小展大的四度 看一看怎么去设计 大多商品今天签走的不好 签我们之前说过了 不愿意等的人就可以走了 因为基本不会亏钱 现在咱们建议已经把止损点提上来了 因为之前的止损咱们一直是放在 建议放在跑哪去了 在这 之前的止损我们一直建议是放在这里的 对吧 然后我昨天说 如果是我 我会建议移动到这里 那现在要注意这地方靠近止损了 如果破 我是觉得应该要先走 那不破 就继续让它去晃着 反正它现在就晃了这么久 是吧 然后反正吸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下跌中枢的构建过程 这个我说了 我只会选择一个向下的结构 向上我应该是不考虑 向上我就认为它的构建更大级别的中枢 有色这块目前是这样 然后化工里面 有点纯碱因为没下来嘛 对吧 得等 然后但你注意啊 这个PVC这地方可就是有点风险了 对吧 当然对我们想做人来讲 其实我们就巴不得这么走呢 因为把这个五分钟走完以后 如果是个背驰的话 我感觉这是可以使的 同理类似我再提就还有一个品种是什么呢 是棉花 当然玻璃啊 玻璃完点棉花 棉花我以前没提过是因为这没法提啊 但是这地方震的时间应该挺长 这应该有个五分钟中枢了吧 如果再震一震棉花往下走 因为这是一个中枢对吧 这可以看成最后一个上涨中枢 这我觉得如果背驰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我现在看大东商品基本上都会找低背驰 因为现在这地方如果景平跌幅大 然后在这震荡的东西应该做不太出来 玻璃呢也可以考虑 但是这都有点有点着急 因为这种东西我肯定还是等这个结构吧 看这个估计可能还差点意思啊 所以基本化工也好啊 棉花也好这一类吧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锡这类 其实我都是用等的思路去处理的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 其实如果你不等的话 确实不大好弄 欧美股市大家如果最近关心的话 会发现他们走的特别特别的弱 黏糊 你看德国这开盘今天又跌了0.58 德国的走势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其实你去品一品 一个一分钟第二个一分钟被持 它现在就是围着第二个一分钟在做震荡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下不下的去现在不好说 也许还能再上来再震 但是这种震 其实就从一个一分钟中枢发展成了五分钟中枢了 这就是很黏糊的走势 这个不是什么好走势 因为你要知道德国这地方多危险啊 走在这 这如果从一分钟演变成一个五分钟震荡 就这么横着走的话 它说不定哪天就给你个大缺口就跳下来了 所以这种走法其实是趋弱的一种表现 美股这也不行 你看美股这 昨天大家看了标普昨天又跌了 跌了一个不到一个点吧 跌了多少 0.84 它这个走法 其实你看啊 那天美联储一期会议这不是有波动吗 其实这又做了一个新的中枢 这中枢原则上其实还是叫一分钟 现在往下走的时候 你不注意到 它如果今天再往下走的话 这还不一定被迟呢 是吧 这走得不好 然后你看现在那个 没开盘吧 晚上9点半开盘 那现在标普的股指是在交易的 这还是在往下走 这走的反正我觉得不太好 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了 因为欧美股市 我觉得尤其是欧洲股市 我觉得风险要稍微大点 但是我不太能猜出来 他们具体会怎么走 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稍微点评一下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关心 这东西呢 确实它对我们影响没有那么大 这个东西对A股可能只是一个辅助因素 毕竟我们跟欧美股市的位置啊 是不太一样的 你强行要求我们跟它走 这不大现实 但是我跟大家聊过 我说这地方 其实你要稍微注意点 有很多东西走的 就有点不大对劲了 我之前给大家举过谷歌的例子吧 谷歌这肯定是美股的龙头吧 之一吧 苹果特斯拉之类的 谷歌这走法就有点不大地方了 我觉得现在走到这 就是前面 我跟大家讲的 其实你看它 大家一般都不会相信这种东西有什么极力吧 你说谷歌有没有可能走上这个走势 你要是说 你要我硬猜 我告诉你这种可能性很大 因为你看现在这地方 它现在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一分钟中枢 那当然它给自己留了一个活口 它可以反抽 但如果这抽不过去 在这晃晃的话 它肯定就下来了 这个应该是美股中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 挺有代表性的一个股票吧 而且你要注意它之前是在这个中枢的震的 这地方要是破下来的话 这可就不大妙了 因为就意味着谷歌要回到这个大中枢里去了 对吧 这大中枢多少钱 我要是不狠的话 我说上眼是71 那就意味着150到71掉一半 我要狠的话 我指着下眼 这就是50 150到50掉三分之二 那这个它要掉三分之二 美股就得掉三分之二 基本上差不多的 你想它体量那么大吗 差不多吧 你们觉得我跟痴人说梦一样 再说吧 但是从可能性上 我先给你描述一下 有很多事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都觉得不可能 结果最后还得成了可能了 这东西是不是会这么转变 我们先完点讲 但是我就觉得从走势上 这走势是不大妙的 我就觉得这东西作为一种参考 就是欧美股市的情况 你们大致了解一下 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了 我觉得德国是我比较担心的 我觉得欧洲比美国是差 美国好歹还是老大 就是受此落得而比马大 欧洲真的是现在是我觉得是有点惨 然后你想被美国人当枪使 这跟俄罗斯怼着在那 这挺难受的 我觉得能源危机直接微协了给他们 反正看起来不太好 反正A股这块 我们不受这些东西影响 A股就是我们该怎么着怎么着 但A股本身也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呢 我提醒你们一个是耐心 第二个呢 就别怕它空 因为你想现在大家仓位特别特别轻 有的人可能就没有了 你肯定会担心 你没经历过这种的就会担心 那老师万一哪天大力好来了 那怎么办呢 我的看法就是 很规则蛋白 如果那时候没有 大力好来了 你也别追 然后咱们会仔细分析说 比如说哪些东西 是可以考虑买一点的 哪些东西是要回调 这个呢 给自己头脑中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你的恐惧感会降低一些 否则你天天惦记着 万一出了什么大力好 跌了这么多 报复性上涨 你没有筹码 你会很担心对吧 每天搞得很焦虑 没必要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可以稍微那个 想象一下 而第二呢 我是这么想的 真要是来的大力好呢 我自己觉得 我们应该提前多少能看出来一点 当然有的时候 确实消息封锁得很好 而且走势可能也没体现这种特征来 那真的可能 那力好出来那瞬间 我是踏空的 但是再出来做应对吧 人生就是这样 有很多事呢 你能看出点端倪来的 有些事你真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 你只有做应对了 所以我觉得我提醒的是这个事 因为下跌对我们没啥伤害 因为大家没啥东西 下跌有啥伤害呢 怕就是怕 你有的时候担心 它突然间一下拉起来 而且弱势中涨 就是涨得可快了 就几天但涨得很快 这个是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指 行不 然后港股这边呢 如果你们关心的话 我个人觉得各把月吧 应该快出机会了 到时候看看吧 看看有没有可能 有个系统用机会 如果说做不了的 到时候可以试试ETF 到时候我们再说吧 好吧 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 好吧 各位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再见 再见